你敢相信吗 一群大人尽叫三岁小萌娃姑奶奶 姑奶奶 就连六十岁首富建岛都要下轨 小姑姑 爸 天地良心 我真的没有和女人在外乱搞 我现在还是童子之身呢 大侄子 快看看 绵绵真是你堂姑姑哦 小叔公当年成为玄门世家的上门女婿的时候是二十岁 怎么说小叔公现在也有七十三岁了 怎么会有这么小的女儿 自己都六十了 要叫一个小奶娃姑姑 还真有点开不了口 还是看看信中写的什么吧 信中写道 苏狗蛋 蒋家劫难降至 此刻我们已经陷入了沉睡 而绵绵还不知情 请务必将绵绵留下 照顾好小姑姑 苏家圣集一时 已经被邪物盯上 小姑姑可以帮苏家渡过难关 小姑姑还不知道她的亲人都沉睡了 知道肯定会哭吧 绵绵姑姑 大侄子给你行礼了 绵绵的目光一下子落在了大侄子的手外上 只见手链冒着黑气 大侄子 这手链不能带了哦 小姑姑 这手链有什么问题吗 这是大儿子女朋友送给我的 这手链是用人骨制作的 长期带会对人身体不好 苏老爷子听见人骨 顿时一股寒意油然而生 给我吧 这手链放在你那里不好哦 什么怨气 这张奶娃仔还这么迷信 发什么呆 你老子都给小姑行礼了 你还不跪下给你姑奶奶磕头 让我一个二十岁大小伙 给一个小奶娃下跪 这还真是难为情 让你跪就跪 不然家法伺候 姑奶奶好 晚辈苏承飞给姑奶奶建立了 直孙孙乖乖哦 小姑姑你身上有些脏 我让佣人带你去洗澡换衣服 小姑姑直媳妇给你建立 直媳妇好好看 比直子好看多了 直媳妇给你 这是姑姑给你的礼物 这竟然是帝王绿翡翠手镯 这手镯起码十亿以上 小姑姑这手镯太贵重了 喜欢就送给你了 绵绵家里多的是 小姑姑现在还小 绿卓我先帮她收着 等以后给小姑姑当做嫁妆 你说你才多大 就弄出个私生女 就让家里的面子 网大哥 就是一点都不让人省心的家伙 你等着大哥教训你吧 齐笛 长本事了 敢在这种场合带私生女回来 等夜会结束 看我怎么收拾你 苏晨飞摸了摸鼻子 想到一会他们叫眠绵姑奶奶的场景 想想就觉得开心了 龙龙 你一定要帮我教训苏晨飞和她的私生女 看把我儿子打的 等会订完婚 我就给你出气 在师父的帮助下 苏晨姐已经真心爱上我了 什么真心 还不是你们给她下了咒 真是笑死我了 感谢各位赏脸给老头子庆盛 开宴前 老头子有件大事要宣布 臭小子们赶紧滚到这边来 这是你们的姑奶奶 抓紧过来 给你们的姑奶奶磕头 爸都说了这位是你们的姑奶奶 你们还不过来跪下行李 小姑奶奶都等急了 对呀 绵绵等的是有点着急了